所以我觉着这样是可行的 你认为呢 不论 小分队来电 是 小分队在傍晚的时候 在西平坝子 发现了邓秀婷的踪迹 西平坝子 这怎么又转到西边来了 邓秀婷带着人质 在山里转起圈来了 什么意思呢 他这是不甘心逃跑啊 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老蒋不允许他走远 只要邓秀婷带着他的人 始终在附近的山上转 那么对我们 一直都是个威胁 这种阴招 也只有老蒋能想得出来 还算是不错的一步棋 他让我们时刻都要提防着他 报告 什么事 出大事了 怎么了 我现在报告 城里的一家商店被人抢劫了 两个买东西的遗人 还有老板 都中了枪 这三个人 被当场枪杀了 什么人这么大胆子 光天化日的 敢在我们红军眼皮子底下 随便杀人 还要是 这些人抢劫了 这些人抢劫的 这些人抢劫的 都穿着红军的军装 坏了 这闹不好就是邓秀婷给我们玩的坏招 他首先派人来穿上我们的衣服 去杀人抢劫 然后再嫁祸于我们 洪斌 到 你马上带了警卫连的战士 去把现场封锁了 没有我的命令 谁也不许进入 是 真是山羽欲来风满了我 看来缅林地区的形势 比我们估计的要复杂得多 一人头人的工作还没有做通 现在又出了这样的事情 搞不好这个事情会闹得很大 沈正不怕影子邪 这件事情 我们必须要查个水落石处 报告 说 特务分队邓队长来定 连长您笑什么呀 邓子文在城里 已经把贡军的地盘给掀翻了 我能不笑话吗 真的 我就等着看刘明正的笑话了 要是宜人再毛了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别说 子文这把干得不错呀 漂亮 好 好 我了 我了 嗯 您用手把我绳子剪开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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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把那个手柄解决了 你去把那个手柄解决了 放心 保证感情利落 好 快跑 快 快跑 啊 在这儿呢 追 怎么了 里长 哪里打枪 刘总 刘总 人质跑了 一人人质杀了个哨兵 跑了 李道吴 到 你的人干什么事的 连个人质都看不住 你现在马上 把人质给我抓回来 一个都不能少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如果你抓不到他们 你就提着脑袋来见我 是 快 快走 快 童所所有路口 一定抓住他们 给我搜 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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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快 找仔细点 搜 也是 这边没用 看看那边 走 快 好 走走 搜索 走 拉摩托仁 拉摩托仁 拉摩托仁在吗 时卡 深更半夜的 干什么 拉摩托仁 我是连夜 从缅宁城跑来的 缅宁城里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刚才您说说阿嘎 在城里被人杀了 谁干的 是红军 叫上几个人 马上跟我走 离去缅宁 好 快 不行了 歇会儿吧 别歇着了 他们追上来了 快 快 到处搜一下 奇怪 那边 那边有没有 人跑哪儿去了 搜人进来 这边人也有 给我往那边追 走 那边 这边 那边 走 走 走了 走了 我们现在可以卸身了 走 快 队长 我回来了 你就这么空着手回来了 我那 那什么 我判断他们从北面山坡逃跑了 我就追 追了二十多里地没追上 眼看着天亮了 我就回来了 那是谁让你回来的 我 我得向您汇报呀回来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你就这么空着手回来了 他不是 人质丢了 那我们现在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明白了吗 明白 来人 把李德乌的枪先给我下吧 是 李 李长 这 这 拉出去 就地正法 别 李长 你 你饶命啊 我饶了你 你人能饶了我吗 拉出去 是 李长 您不能动真的呀 李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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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总 现在大病压境 处决主下 不太合适吧 人都是剑种 不给点颜色看看 不知道进去 封二十旅旅旅长邓秀廷之命 处决一团团长李德武 雁明正身 立即执行 李长 李长 我没死啊 你死了我骂谁家 我们昨天对现场连夜进行了封锁保护 今天一早 保育部的同志就去勘察了现场 现场十分混乱 发现三具尸体两个是疑人 并且都是枪击所造成的死亡 现场找到的遗留弹壳 是九黄米子弹弹壳 这种子弹使用范围非常广泛 手枪冲锋枪场都可以使用 所以目前还不能确定 凶手使用的枪制型号 死者的情况都了解了吗 了解了 这两个艺人是下山买东西的 其中一位是杨瓶子拉木头人的叔叔 另外一个是陪他一块儿来的 拉木头人的叔叔 是 这一下事情变得复杂了 拉木头人是杨瓶子一带 很有势力的艺人头人 他的叔叔被杀了 又是穿着红军军装的人干的 这一定会引起恐慌 百分之百可以肯定 就是这个邓秀婷暗中下的黑手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我们首先应该控制事态的发展 安抚家属 应该尽快去找到凶手 才能化解危机 你们保卫部门要尽快争取破案 是 报告 讲 拉木头人带来很多遗人 好像是来闹事的 我去看看 我去看看 思雷 您不能去 太危险了 还是我去吧 你去能解决问题吗 一人是来要说法要真相的 这个时候 需要我们诚恳的态度 两个人 我去 就是 我去 把你当下的态度 也认为 我去 离开 那 我去 这儿 我去 红军 你 我去 你都去 你 知道吗 你这个红军的大官啊 到底管不管这件事情 只要和红军有关系的事情 我都会管 那好 那现在就把凶手交出来 由我来处理 朗木头人 现在事情还没有搞清楚 我知道 你们失去两位亲人很痛心 我们也非常痛心 我们也要严惩凶手 可是 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 不能武断地说 是我们红军干的这些坏事 那你说 是什么人干的坏事 那是国民党反动派 邓小廷干的坏事 你说是邓小廷干的坏事 有证据吗 我们红军绝对干不出 这样的事来 按照你们汉人的说法 凡事都要讲究个证据 是吧 现在有很多的人都看到 那些个伤人的凶手 就穿着你们红军的军装 你告诉我 是邓秀廷干的 你拿得出证据吗 你要拿不出证据的话 我会召集我们各家之的武士 来与你们打冤架 你敢 拉玛陀人 现在事情的真相还没有搞清楚 我们不能妄下结论 但是请你放心 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查个水落石出 为你的亲人报仇 那好 你就给我个时间 明天 我就在北京等你 一天 到明天这个时候 我把事情查清楚 一天 那好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我 闻门关走一趟 感觉怎么样 感觉 吕他 就我这心跳得厉害 反正我这命是你给我的 你说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我就是要让你为我办好事 把一人这点事办好了 不为过吧 不为过 不为过 我 我现在带人去追 就算追到天涯海角 我也把人追回来 李德吴啊 以后有事你能不能先动点脑子 想想 想想办法 行 那我再想想办法 这样 你马上出去集合队伍 让参谋长带队 先往脱屋坊向前进 他们走了以后 我们就行动 我 我们 对呀 抓人质啊 没有人质 我们的处境就很危险 你现在去特务连 带一个牌 带上电台 跟着我们一块行动 就一个牌少点吧 万一碰到共军 我们打不过他们 在这个大山里 不在于人多人少 在于对地形的熟悉程度 如果大部队行进的话 很容易被共军发现 而我们小谷部队去抓人质 隐蔽方便 行动自由 这样我们就一切都安全了 我们就跟大部队会合 明白了吧 明白 旅长 我就说嘛 还是你高明啊 那我先去办吧 去吧 去吧 没事吧 没事 我不信了 实在是做不到了 我渴 我饿啊 再坚持一会儿 等下来下来到了一寨就有吃的了 我不信了 实在是做不到了 你买错吧 从昨天下午到现在 咱们连一点东西都没吃 这样下去 肯定不行 咱们把这些钱拿着 那这样 阿黑 我们三个在原地休息 你去下山找点吃的和喝的 可是 在这山里 是拿着吃的 这是风铃坝子 你放过那座山 下山就有遗战 这样也好 你把这些钱拿上 全都换成吃的 好 你们在这儿等我 主元权 小心点 咱们 咱们 咱们去哪儿等 下边什么地方 好像是风铃坝子 风铃坝子 你来过吗 来过 收税的时候来过 好像是个遗寨 人不多 牛羊不少 挺富的 好好好 跑步前进 好 跑步前进 是 是 偷人啊 昨天夜里 拉莫头人家的 债子乱了 穆嘎史卡连夜 从缅宁城跑回来报信 说是 拉莫头人家的二叔 带着人在缅宁城 买东西的时候 被红军给杀害了 有这种事 到底是为什么 具体为什么 现在还不好说啊 拉莫头人 拉莫头人听说以后 连夜下山到缅年城 说是要跟红军讨一个说法呀 怎么家之理 平白无故地就会死人呢 我想 拉莫头人 肯定是不会善罢根修的 头人 我是怕 万一拉莫头人 与红军动起手来 这个仇可就算是结下了 那样的话 对咱们杨平字的 疑人可不利呀 二哥管家 在 你一会儿派人下山到缅宁 去到城里打听一下 一定要把这件事情 问清楚 是 看来这缅宁啊 真是要乱了 邓秀婷带走了人质 泥魄下落不明 现在城里又出了 这么大的事 真是让人担心哪 放心吧 物理和拉铁 一定能赶上邓秀婷 同时 也会把我弟弟尼泊 给救下来的 我在想 邓秀婷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红军进了缅宁城 他逃就逃吧 为什么还要把我们 伊卡里的亲人都带走呢 你不是不了解 这邓秀婷不就是一直这样 要谢我们的吗 事情不像想的那么简单 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自己逃命都来不及 还要带上那么多人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总有感觉 我觉得邓秀婷这个人 虽然外表看起来特别狠 但是他心里特别怕 到底怕什么 我一直没想清楚 他怕的 还不是我们 宜人吗 事情如果是这样 那倒简单了 我觉得他怕的 不仅仅是我们 还有红军 怎么了队长 警戒罪行 散开 有埋伏 都下 你没事吧 没事 队长 大马 不能打 不能开枪 他们是疑人 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红军小分队 小分队 吴律 把枪收起来 我认识他们 我给他们带过路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们有任务 什么任务 说吧 拉铁兄弟 这是机密 我不能告诉你 这是我们疑人的地方 如果你今天不告诉我 我保证你哪儿去不了 拉铁 换了这身衣服 我都快认不出你了 我们小分队 有重要任务 把路让开 两条路 要么 你们把近山的目的 说出来 要么 你们去找头人 交钱作保 否则 我保证你们 茅房都没得上 你们还讲不讲理了 把路让开 让开 大哥 把枪放下 放下 放下 来的时候 宣布的纪律都忘了 不能对一人开枪 都把枪放下 放下 拉铁兄弟 我知道 这是你们疑人的地方 你也应该知道 我们红军是讲理的 这样吧 咱们可以慢慢谈 好 慢慢谈 快 站住 快站住 快 慢点 快点 走 有人吗 老乡 老乡 我是杨瓶子罗五家的阿黑 我们几个人在山里走迷路了 饿得不行了 我们需要点吃的 您 您这里有吃的吗 你是罗五家的 对 对 我是罗五家的 我这里有刚做好的荞麦饼 还有一些腊肉 可以给你一些 是吗 给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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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宜人不用这样做 我给你吃的是不收钱的 你等着 我给你拿吃的去 谢谢 谢谢啊 谢谢啊 旅长 真是高啊 旅长没猜错 说你跑到这儿弄吃的来了 没想到一进寨子就被我盯上了 饿了吧 饿了吧 走 跟我走 快点 不走 这是何苦呢 走 旅长 带回来的 来 来 阿黑啊 你知道我这辈子最恨什么人吗 最恨找麻烦的人 所以说自从我端政府饭晚那天起 我就告诉我自己 如果有谁敢找我的麻烦 我就一定让他脑袋搬家 听了没有 说吧 把泥婆藏在哪儿了 趁旅长发火之前 你把人找出来 你不能给旅长添麻烦 知道吗 我不知道 你 你再说一遍我没听见 我说了 我不知道 谁啊 就这样一枪毙了就算了 留在干什么呀 我一枪过就把他毙了 把枪烧起来 就知道杀人多不好啊 那也是啊 阿黑啊 你一破跑了 我可以把他抓回来 但是我可知道杨萍的罗武家 你的阿达阿摩 还有你的哥哥妹妹 都住在那个地方吧 尤其是你那个如花似玉的妹妹 现在好多寨子里的小伙子 都在追求她 是不是啊 别 别碰我的家人 我不会碰壮她 但是我会杀了她们 但是你妹妹我不会 我会把她送到青楼里去 让她一辈子都恨着你这个哥哥 你 碧儿 求求你了 别碰我的家人 我求求你了 我跟你说了 我不会碰他们的 说 你破藏在什么地方 说不说 带她去养瓶子 是 走 走 走 等等 想通了 我 我 我带你们去找 去找尼泵 这不是尼泵 这就对了吗 走走走 走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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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路员 您刚才的承诺是不是太大胆了 这么大的案子 谁敢保证二十四小时破案 要是破不了 给不了拉木头人一个说法 我们就更加被动了 我们现在真的是没有退路了 奴孤分兵 我们是冒着很大的风险 左权 刘亚楼他们 在越习方向还能迷惑敌人多久 中央纵队的行踪还能隐藏多久 一旦我们的意图被蒋介石发现 那就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留给我们的时间 真的是不多了 我们必须要争取 在一天之内破案 只有这样 同一人头人的谈判工作 才能顺利进行 可是我们目前掌握的线索 实在是太少了 这怎么破案呢 你们这些同志啊 遇到问题能不能不一条道跑到黑呢 可不可以多换几种思路 换思路 怎么换 敌人既然是想搞破坏 那么一定是经过精心准备的 所以他们不会给我们留下 很多有价值的线索 对吧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他一定是邓秀婷的特务干的 那么我们能不能够通过当地的地下党组织 尽快地把特务抓到呢 如果能够抓到特务 这案子不就破了吗 这个主意好啊 我马上去办 今天一定搞出眉目来 我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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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长 请 好 请坐 现在有一个紧急状况 昨天夜里有人冒充红军 闯进了一个商店 打砸抢 还放火烧了房子 开枪打死了一人兄弟 造成很坏的影响 拉木头人今天早上带着人 到司令部来闹事 为了平息事件 司令员答应 在一天之内给予答复 时间这么紧呢 是啊 时间紧迫 事态严重 必须在一天之内破案 给宜仁兄弟一个交代 司令员推测 这件事 肯定是邓朽廷手下的 特务干的 想嫁祸红军 破坏红军 和宜仁之间的关系 为了争取尽快破案 司令员 请求你们地下党的帮助 需要我们怎么协助 您尽管说 这些潜伏下来的特务 在缅宁城里 肯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你能不能帮助我们 查找一些有用的线索 顺藤摸瓜 只要能抓住一个特务 我们就能把它一网打尽 我明白了 我马上发动组织关系 帮助你们寻找 特务的线索 希望能够尽快 帮助司令员破案 好 看一看 新鲜的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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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看 新鲜的蔬菜 新鲜的蔬菜 看一看 没关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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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你认识我 杨瓶子大名鼎鼎 英雄盖世的拉末头人 谁会不认识 在缅宁城可以不知道 现任的县长是谁 但绝对不会有人不知道 拉末头人 认识就是缘分 来吧 坐下喝碗酒吧 我今天不是来讨酒喝的 你是什么人 病人姓邓 邓子文 邓秀婷是我的二叔 我现在在缅宁城 替他做点小事 邓秀婷是你二叔 你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来给您提供点消息 什么消息 救命的消息 救谁的命 你儿子的命 你儿子现在跟我二叔 邓秀婷在一起 他们现在正在山里打转着你 当然 他现在绝对没有危险 但是 如果你要不按照 我二叔的吩咐去做 我就不敢保证你儿子 会不会有危险了 你们想要干什么 听说拉木头人 今天去找了红军是吧 对 我的叔叔 被他们红军的人给杀了 我是去导个说法 有一个红军戴着眼镜的 大官接待了您 对 来的对了 这个人叫刘明昭 现在是缅宁城红军最大的官 他就是杀害你叔叔的幕后真凶 他这次来缅宁的真正目的 就是要把遗人全部都赶出去 把缅宁城变成红军和汉人的天下 你明天还要去见他是吗 姐 他约我明天见个面 给我一个说法 我二叔托我给您带句话 如果你明天见面的时候 你能当场杀掉这个刘明昭 那就是给国军立了一个大功 我二叔会亲自护送你儿子 回到杨品子 而且从今往后 你们拉莫头人家 再也不用派人之到伊卡去了 你们是想让我杀掉那个红军大官 对 害怕了 你可是大名鼎鼎的大英雄 拉莫头人 人家杀了你家人 你不会连报仇的胆量都没有吧 谁说我没有胆量 我拉莫的双手 是可以打死老虎的 好 话我已经带到 何去何从 您自己掂量着办 告辞 他让我们打得到 有没有 我让你把务力保护 我得到 你怎么能把务力保护 这把务力保护 那我让你朋友 去把务力保护 是你 我们有权利不让你们过去 除非你有我们 一人加之投人的担保 是 我们是没有你们 加之投人的担保 但是我们红军 是一支怎样的队伍 你应该了解 我们是为了解救 天下受苦的人 创造一个没有压迫 没有剥削的社会 我们现在的任务 是北上抗日 打击日本侵略者 没有加之投人的担保 你告诉我们 你们检查干什么 好吧 我告诉你们 我们金山是为了追踪 邓秀廷的部队 邓秀廷带着部队 劫持了你们加之一任的人 做人质 司令员命令我们 追踪这支部队 想办法救出人质 这样的话 该让我们过去了吧 如果是这个命令 那你们今天哪儿都变下去 这今儿真是太窝囊了 咱们是手里有枪 鼻子里有气的军人 军人的天职就是战斗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知道生命的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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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能动用武力 这是两码事 让咱们做到 码不还口 打不还手 十位姑娘 这个拉铁是怎么回事 在会礼的时候 还帮咱们带过路 做过向导 咱们现在说翻脸就翻脸了 他是果吉小叶丹家的武士 他到会礼来 是了解红军情况的 你不怕 阿赫怎么还不回来啊 我都快饿死了 也认识的 都走了半天了 到底有没有找到遗宅呀 实在不行 我去下山去看看 算了吧 你就别去了 再送岔了 咱们呢 还是在这儿等着吧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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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啊 兄弟们 都给我听着 他们就在下边 一会儿你们从那边 包抄过去 明白了没有 明白